现在咱们的杏子大部分收了一下 然后有很多已经坏掉的不能吃的 我们做一个酵素 在我们接下来的堆肥当中一般会用的它 首先先找一个能够密闭的容器 这是个100斤的 然后我大概先要在这个容器里面放入60%的水 也就大概是60斤左右的一个水 然后水和咱们的杏 就是这个坏掉的杏 还有咱们这个糖是10比3比1的这样一个比例 我这个是60斤的水 按3的话那就是18斤 不到20斤的这样一个这些坏性用18到20斤 然后再放上6斤的红糖 如果你要是有糖蜜的话 加糖蜜也是可以的 放完了所有的料以后 稍微搅拌一下 让它们的这个尽量的充分的融合 然后剩下的就盖上盖子 基本上这桶酵素就做好了 头一个月大概是发酵的 这个非常非常充分的一个时期 这个时候就是经常要放气 然后一个月以后 基本上就没有这么大气体 不用管它 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个酵素就能够进入使用了 就会放下来 然后再放下来